我能通关11年前的minecraft吗 今天让我们乘坐时光机 回到2011年通关最初的minecraft 喂 what 标题界面看上去没怎么变 进入游戏似乎流程也没怎么变 在收集到足够的木头之后 等等好像我没有办法徒动放置 接下来的流程其实按着成这种就可以了 收集石头制作石稿 这叫石器石盖 一路搭跪地表整点肉质 这叫保护大自然 嘿嘿 好那接下来我们去对岸整点猪肉 哦这个我说 在1.13之后才有游泳动作 但是好在我们可以 这一波轻弓水上搭 这一波轻 零波微舞 换上时间咱们该下矿洞了 然而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 自己吃掉的是身上唯一的一块猪排 一只僵尸等候多时 咱们这个控制能力 哦哦好走位好走位 趁着接下来我们挖铁矿的时间 我们来谈一谈战斗更新 1.0的战斗更新一直延续到了1.8.9 在1.9 minecraft进行了战斗更新 战斗机制大概使得许多服务器的版本 例如Hypixel的停留在了1.9之前 而我对minecraft的印象 似乎也停留在了那之前 跨阶石器时代 我们现在来硬的整装上阵 状态良好除了 肚子 诶没死呢 把难度调至普通 我们瞬间化成为半滴血真男人 掏出咱们饥渴难难的时间 开始寻找猎物 牛牛猪鸡鸡牛 牛牌 好接下来我们再入矿洞 这回得捞到钻石 因为我们需要制造一把钻石稿来挖黑钥匙 火把一叉钻石到手回到地表 前面有一个村庄 但是很可惜 在1.0版本中 村民并没有交易功能 村庄里没有铁傀垒 甚至连床和箱子都没有 最迟挖完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坑 走近一看居然是一个地表刷怪龙 可是它因为被沙子掩埋了 这也就变成了一个太平间 拿完宝箱试着安息 无以冒犯 很快就进入了夜晚 你可能很好奇 夜晚来了 为什么不睡觉 因为我们在美丽的1.0 村民不能交易 没有株林 也没有诡异森林 所以说墨影珍珠 只能由墨影人掉落 不过好在 我们现在身处沙漠 视野开阔 除了怪的视野 也相对开阔之外 就没什么缺点了 1.0的墨影人 智商并不高 他们的传送十分随机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 不能自己控制的能力 上面 他在气冲冲的跑过来 下一秒 自己就被拉开了好几个身位 接着又向我气冲冲的跑过来 还有一件事 用剑格档真的很舒服 前面有一滩岩浆 来 让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塑胶地狱门颤抖吧 1.0 你看一线就搭好了 什么 剪辑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接下来我们需要清理掉 原石和旁边的一块黑钥石 因为在1.0 这样会破坏 本来地狱门的多方块结构 接下来 让我们勇往之下 前往地狱吧 太经典了 这便秘带血丝地狱 还真是老版本的一个味 出门没几步 发现了下线要塞 不过凋零骷髅 在1.4.2版本 才被加入的游戏当中 所以显而易见 我就是这个要塞的大王 堵着出生点 对着恋人人一顿输出 咱们很快就拔下来了足够的恋人棒 是时候回到祖师界 称王称霸了 呼叫恋人 呼叫恋人 我是你爹 收到请回答 我得说 莫赢人有点不太孝顺 踏了这么久 V掉珍珠的 居然是摔死的 你瞧 咱这甚至能够遇上 苦力怕黑帮 最有趣的是 在1.0 苦力怕会一边爆炸 一边尝试着 用身体堵住你的去路 好像在说 要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财 可惜这群苦力怕 贴上了铁板 无论是物理上的 还是精神上的 接下来这些怪物 想要展开报复性进攻 可惜收效甚微 铁板就是铁板 大王就是大王 1.0中 你似乎可以在某个特殊的时机 进行格挡 让蜘蛛的进攻 无效化 刚刚咱就给那只蜘蛛 开了开眼 如果您很好奇 我早上在干什么的话 除了准备床 我还造了这个时候的好几晚 我都在狩猎木影人 有的早上 直接索性呱唧跳过 那为什么跳过呢 你难不成还想看我造更多的 让我们迎接清晨的地狱的阳光 踏上寻找主世界要塞的征途 这个是我第12颗木影之眼 如果用碎了它 恐怕会疯掉 至少不能再碎了 咱们看来得随机找个地方 往下挖了 挖到深处 这一抹亮光告诉我 我找到宝了 自己随便一挖 真的就找到了要塞 这里甚至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箱子 给我补上了一颗珍珠 里面甚至还有两颗钻石 能够拿来做钻石剑 骗你的 我做了覆魔台 掐指一算 我找了出风水宝地 把自己全身上下的装备 扶上了魔 覆魔系统1.0就有了 这我也挺震惊的 在这个俄亥俄州的地牢 你能看见不亮的火把 甚至还有一个被大峡谷 腰斩地牢 最关键的 在找了20分钟后 我回到这个地方 偶然发现 下面还能走 这可真是 六暗花明又一村 没有错 你还能发现这个 本来不可能被找到的 弱智传送门房间 我觉得1.0不能射出盛点 所以说就索性 360度螺旋进入了墨的 只有百分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考虑点个关注 或者订阅 谢谢喵 本来我自己以为会在外侧 没想到直接就来到了主岛上 没走几步 令我震撼到原地炸裂的场景出现了 墨的主岛插满了黑钥匙柱子 每根柱子上 都加以墨银水晶点缀 你们可能感觉看到了花灯 但我感觉自己 看到了人生的走马灯 最关键的是 这些柱子上的水晶 一个个都会走位 让我完全没法折中 这个看来还是我极高一筹 这只墨银人看起来 有点话想对我说 那我请他喝了口茶 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 墨银龙也想来一口茶 我吓得赶紧收茶就跑 没走几步 这墨银龙又追得上 给我来了招 热脸贴冷屁股 让我们回到正题 来打气球 打爆了可以带走老板娘那种 打气球和老板娘 我都给你们省略过去了 不用谢我 接下来让我们祭出 四方王八阵 龙一来咱就启动 后备隐藏能源 后备 这次不算 墨银的床炸声 打响了解放 墨银的第一枪 我们在高温的制考下 欣赏了这片最浮夸的烟花 接下来就不用多说了 一摸二凿三落地 龙带就到手了 再来一个帅气的大回旋 我们的游戏就到达了结局 SKEEP 到此我通关了1.0 最初正式版的Minecraft 我说这样踩的是不是不太好